成功包括了政根宇、金東柱、高永明、李大炯、李宗旭還有明炳憲 剛剛念到的名字也都在 李大炯還有李宗旭是最可怕的 最容易倒壘的選手 剛剛念到的名字也都在這一次韓國隊8搶3 這次來台灣的培訓隊裡面 作戰的思考模式就是 投手壓制然後用速度的選手上壘之後呢 倒壘然後有安打的資源 應該是他們思考的一個方向 金善宇現在面對政打紅 二縫線的球投得還蠻多的 球數絕對領先了 兩個好球沒有壞強 一类有魚鮮明 投得不差 這個突如其來的內角球 兩好一壞 所以韓國隊的頭補的配球 都會突如其來的攻擊打者的內角 對這一點中華隊要特別小心的地方 哇哦 主持人裁判季黃先生 還是判壞球球數變成兩好兩壞 接下來這個球就要輸贏了 金善宇要拿出拿手本的事 金善宇在韓國隊投球裡面 已經算是老大哥級的了 34歲 他其實有點像 去年押近賽 不戰號的那種角色 算是老大哥 林秀啊 一壞跑了 這個球打成了班列後方的界外球 就是要來安定軍心的這種角色 打跑戰術 像是普戰號也是為了他美國大聯盟的發展 所以也沒有加入韓國隊 普戰號是他在大聯盟 球生存的一年 所以這個機會 比較難得 哇 結果陣打紅沒有出棒 震得不動遭到三陣 兩出局 金善宇就場比賽 投出的第一K 滑球 這個內角滑球 確實有蠻好的壓制能力 這個滑球 很明顯的看到球的移動 想要打直的 沒有想到這個慢的